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律师陈长文日前在中国时报时论广场投书已标题是恢复特征组的时候了维闻,评论自从废除特征组之后,过去特征组不起诉的就按台北地检署重新起诉,而法院判决都是无罪本语,北检金针对陈长文该篇投书已发布上签字新闻稿的形式,重炮声明回击。 本署回应陈长文律师于民国106年11月27日,中国时报时论广场是恢复特征组的时候了一文,该文有关本署之评数明显错误且刻意混淆视听,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对此内容不实文章,本署严正声明如此。 一,陈长文律师于该文体籍,从检查品质的角度,自从废除特征组后,许多过去特征组不起诉的就按北检重新起诉,而法院的判决都是无罪。 陈长文指摘集无统计数据,更未举出任何一例,寓以犯称方式误导民众,事实上过去特征组不起诉的就按本署,迄今根本尚未有任何一件真结起诉,更遑论有任何经法院判决无罪之案件。 陈文未经任何查证,信口开河,捏造事实攻击司法之公正性爱性,严重违背律师伦理规范并有失专业素养。 二,陈文令以北检以大巨蛋案起诉李树德起诉书刻意忽略远雄一开始就是以零权力经得标大巨蛋,而制造出本来有权力经,是因为李树德才取消的推论。 这已经不是法律间接的不同,而是扭曲基本的事实。 黄论,若已无权力经,极论李树德有图利,那么同样未收权力经,甚至高市府还补贴15亿的高雄巨蛋案,为什么不是图利? 此段文字更是刻意混淆,完全错误,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本署未正视听,特语分数如下。 一,陈文开头所谓远雄一开始是以零权力经得标大巨蛋及以错误,本署起诉书及当时新闻稿均已揭示征选评分及优先预约全职繁复程序, 营运权力经数额只是征选值财务计划15个评分项目中的一个参考指标, 且当时远雄警取得优先议约资格,台北市政府有议约及裁量权限称文显然,刻意简化相关情节,造成混淆误导。 再者,被告李树德于历次议约会议中之发言及其本人于侦查中之公诉, 以确认北市府原来的立场未需收取营运权力经, 并未被告李树德所明知本署并无制造本来有权力经之事实, 且被告李树德遭起诉上有诸多其他事实及理由。 相关市政均已详在于起诉书中。 二、陈文又具高雄巨弹案对比北市巨弹案, 更是逐高凑菜刀因两市巨弹标案之财务计划自长率自时有别, 是两市特许公司与市政府兼之地上权权力经, 协助配合事项均完全不同, 从而各自营运权力经数额等契约条件也因此相议, 此在监察院时。 三、裁调43号调查报告就高雄巨弹案相关事项有详尽论述, 两者岂可相提并论。 三、陈长文先生身为律师撰写文章前必然以详阅相关资料禁锢为上述错误陈述, 严重误导他人对司法信赖。 三、陈文结语自言当司法公正性被人民打上问号的时候, 为社会习分指针的作用也就荡然无存, 言犹在耳, 这同时试图误导舆论, 增加社会纷争, 只此司法改革之际, 不仅不足为训, 更是伤害司法而应于谴责之行为。 四、本署近年来对于重大瞩目起诉案件, 军医菜团队办案, 且严格把官笔符和刑事诉讼法持起诉门槛, 欢迎外界检视检察官办案品质单队, 刻意混淆视听, 甚至意图不当影响司法公正职行为无法苟同, 并呼吁各界尊重司法, 给予司法纯净空间。